当你收到面试通知 开始做功课了解面试公司 一次次的演练面试的情况 希望展现最好的自己 但是即使你做足了充分的准备 你还是无法事前预料面试官所有的问题 如果面试时遇到不会的问题 你该怎么应对 Hello 大家好 我是Faby 我曾在上次会科技公司担任HR 拥有10年以上的面谈经验 如果你是第一次观看我的影片 我的频道是跟大家分享主管跟HR的想法 教大家面试的技巧 帮助大家成功的推敲自己 顺利的拿到理想的工作机会 面试时 你是害怕被问到不会的问题 或者被质疑相关的经验不足 其实你不用担心 只要知道 这次影片教你的5个具体办法 任何问题都可以迎认而解 如果不想错过本期重点 请记得按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第一种情况是有时候不一定是因为 你不知道如何回答 只是问题来得太突然 让你太过于紧张 你开启面试官再重复一次问题 争取时间 争取时间 厉清问题的本质 例如 如果是视讯或电话面试 你可以这样说 主管 不好意思 因为刚刚讯号不稳 我没有听清楚问题 可以麻烦你再将问题说一遍吗 这样请面试官重复问题 帮自己争取几秒钟的时间 往往可以舒缓紧张的情绪 重新历清思考该如何回答 第二种情况 如果你真的没有听懂问题 可以请面试官再仔细说明 因为不是每一位面试官都知道 怎么问问题 或者问题的答案范围太大 那你无法马上抓准 到底面试官想听到什么答案 所以你可以这样反问面试官 主管 不好意思 我不是很了解这个问题 但是如果你愿意稍作解释 我可以尝试回答 面试官一定会再仔细说明 或者举例说明 这时候我们可以从面试官透露的关键词中 快速在脑中回想过去的经验 思考解决问题的思路 第三种情况 当你需要更多的时间 厘清问题 并想想要如何回答 可以向面试官表示 需要一些时间思考一下 你可以这样说 因为这个问题之前我没有准备到 可不可以给我两分钟时间思考一下 切记 不要沉默 让面试官空等 这样现场氛围忽然凝结 会让面试官不知道你要何时开始回答问题 造成尴尬的气氛 第四种情况 当不确定答案时 请努力尝试回答 即使回答的不完美 也要展现出积极学习的态度 你可以说 我非常抱歉 我不是很了解这个问题的概念 但我思考后 最比我之前的经验 我觉得可以这样的角度去解决 然后你就开始说明你思考过后的内容 说明完毕 一定要强调说 我不确定是否可以这样解决 可否请您指点一下 让我有个学习的机会 因为面试时 面试官除了想了解专业程度外 也想知道当你遇到困难 是不是可以勇于面对 努力想办法解决问题 没有人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 当你有不会的时候 必须要展现出 勇于接受挑战的勇气 和积极学习的态度 第五种情况 当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 请直接承认 并循心请教 千万不能用呼隆的方式 绕过这个话题 面试官都知道标准答案 这样乱编 只会降低面试官对你的好感度和信任度 也不能直接告诉面试官说 你不会 我们可以承认我们不会 但是要向面试官虚心请教 并展现出愿意学习的正确态度 你可以这样说 主管 真的很抱歉 这一题是我过去的经验 不曾碰到的 我真的很想知道 这个问题可以怎么解决 让我下次碰到类似问题 就知道该如何做 趁这个机会 可以跟你请教一下吗 主管通常都乐于分享 虽然你暴露了你不足之处 但也展现了 虚心受教 积极学习 不断提升自己的特质 说不定 面试官因为这些特质 就忽略了你不足的地方 最后 我要跟大家强调的是 当你遇到不会的面试问题 你要想想看 问题背后的逻辑 并且告诉面试官说 之前的工作 与这个职务的工作内容类似 两者的逻辑是互通的 虽然你不曾接触过 但只要执行过几次 很快就能够上手 如果说逻辑不相通 那就要强调 本身学习的能力很强 对陌生的领域可以很快上手 并且举出具体的例子 当然假如是工作上专业基础的考题 事前一定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必须百分之百答对 而其他面试的难题 相信回答的内容环绕在逻辑互通 学习能力上的话 基本上都能拿到面试的高分 如果本新影片对你有说过的话 麻烦请按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我会分享更多的面试技巧 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